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英媒报道 有菲律宾议员提案禁止消费者无故取消外卖订单 违者将被处以罚款及监禁 舆认认为提案的目的是提醒民众珍惜他人劳动 弗洛伊德之词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周 然而就在警察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这段时间里 美国多地还在不断地爆出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 膝盖压警的招数依然在被使用 当地时间8号 在执法时贵压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致其死亡的前警官德里克肖万首次出庭 肖万面临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的指控 当天肖万在监狱里通过视频会议出席了听证会 他并未提出抗辩 也没有认罪 他下一次出席庭审听证会将会在6月29号 弗洛伊德致死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 还在继续 然而就在抗议活动席卷全美的时候 仍有大量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被爆出 而目标都是抗议人群和平民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 费城警察局一名警官目前正在面临严重指控 在上周当地的一场抗议活动中 警方与一群坦普尔大学的学生发生冲突 在对峙中 一名警官用金属制警棍 抽打一名女子的头部 一下子就将其击倒 随后扑上去将她押住 与其他警员合力将这名女子死死地按在地上 打人的警官名叫约瑟夫·波洛涅 目前他面临暴力袭击等多项指控 然而美国警察工会却表示 约瑟夫·波洛涅是一名有着30年警灵的老警察 一直兢兢业业 检察官在做出判断和提起诉讼的过程中 过于仓促 与此同时 费城的另一名警察 也因在社交媒体发布不当言论 而正在接受调查 他的这条推文写道 如果你选择反对警方或我们中的任何议员 我们将采取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可能的措施反对你 发表该言论的是美国警察工会 第27分部副主席警长罗伯特·卡罗尔 后来他又补充写道 不信就试试 我们会灭了你 警察工会对于暴力执法的警察如此护短 并放出这样赤裸裸的威胁 当地民众表示 除了愤怒 还有深深的不安 5号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 一名非洲裔男子在没有做出任何挑衅动作的前提下 被警方暴力逮捕 警方公布的执法纪录仪画面显示 当警方发现这名男子看起来有些可疑时 询问他是否需要吸氧 但该男子似乎告诉警察他想去戒毒 一名警察朝他静止走过去 让他转过身去 然后直接使用电击枪将他击倒 然后将他翻过来 面部朝下 并用膝盖压住男子的背部 男子痛苦地高喊 为了让他闭嘴 这名警察还用电击枪的枪托 猛击男子的头部 然后又用电击枪顶住男子的后颈部 继续电击 视频已经公布 涉事警官泰勒·平伯来克 马上被停职 另据芝加哥当地电视台8号报道 上周在里克亚德购物中心 在线警察跪警暴力执法 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 一对警察将一辆轿车围住 并用警棍暴力破窗 一名警察从驾驶位 拖拽出一名非洲裔女子 把她按在地上 并用膝盖压住她的脖子 随后又有一名非洲裔女子 被按在地上 事后调查得知 当时车里有五人 是一个非洲裔家庭 他们来购物中心 是要采购举办生日宴会的物品 事发之前 购物中心附近曾发生暴力抢劫事件 当他们抵达时 警察正在现场调查 于是就把他们 当成嫌疑人逮捕了 当地警察问责办公室负责人承诺 将彻底调查此事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的 同一个购物中心附近 还有一名非洲裔女子 受到了警察的暴力执法 当天这名女子开车 带着母亲去购物 结果被警察拦停 随后女子拿出手机 记录警察的执法过程 一名警员用警棍对她抽打 并试图抢夺她的手机 在女子拍摄的现场画面中 一个镜头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那就是袭击她的那名警员 胸前佩戴的警徽上 印有警号的部分 被刻意遮挡了 美媒称 从这一点推断 这些警察已经为暴力执法 想好了后路 那就是挡住警号 防止被举报或曝光 连日来 以明尼阿波利斯市为代表 多个城市都提出 要解散警队 或是削减警察预算 但当地时间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一次圆桌会议上 明确表态称 99%的警察都很棒 并表示为他们感到骄傲 同时也表示 不会针对警察削减经费 更不会解散警队 美国警察的领导体制 是以地方自治为主 是典型的地方自治型 警察官邻体制 在数万个独立的执法机构中 中间的隶属关系并不强 他们是联邦警察 州警察 县警察 市镇警察 由于美国传统的自治警察的文化影响 所以人们的理念中 有这么一种思想 就是当地的居民有权选择警务方式 这么一个原则 由于美国警察的管理体制 它是自治型的警察 因此地方政府对警察 机关的生存扩大和减小 是有一种独特的发言权 所以面对公众的诉求 将来发生些什么 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8号 纽约市开始解封 纽约民众的反种族歧视抗疫 也仍然在继续 那么就在纽约重启的这天 全美各地的新增确诊病例 仍然在上升 抗击疫情还是抗疫示威 美国正在遭受双重解难 当地时间8号 纽约市开始解封 进入经济重启的第一阶段 除了建筑业制造业重新开工 零售商也可以在有限范围内 提供到电或是路边取货服务 但是顾客不能进店边逛边选 8号一早 纽约州州长科默 为了向民众证明 公共交通是安全的 还带头坐了一回地铁 但当天 纽约市地铁的搭载量仍较低 大部分车次高峰期 依然有大量空坐 昔日喧闹的纽约时报广场 解禁后的第一天 依然一片消索 只有零星的行人 路边大量店铺的橱窗上 还定着厚厚的木板 这是为了防范一些不法之徒 趁抗疫活动进行打砸抢 已经重新营业的店铺 眼巴巴地盼着顾客光临 老板坦言 前段时间太难了 纽约市政府估计 当天有1.6万家零售商 和3700家制造业企业复工 另外还有超过3.2万处建筑工地开工 总计复工人数约40万 6月8号这一天 距离纽约市确诊首例新冠病例 恰好100天 在疫情爆发期间 纽约市流失了超过88.5万个工作岗位 专家预计2020年前 该市都难以恢复强劲的增长 由于商业停摆 税收收入骤减 加上防疫支出大增 纽约市明年面临高达9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缺口 那么解禁第一天 纽约的商业街为何如此冷清 是大家担心疫情 选择继续待在家里吗 下面这段航拍画面恐怕就是答案 反种族歧视抗疫活动仍在继续 纽约重启当天 很多人并没有开心地去逛街 而是在愤怒地游行 在游行队伍当中 一个特殊群体引起了舆论的格外注意 那就是纽约市的医务人员 很多医务人员表示 他们加入抗疫队伍 可以提醒人们要戴口罩 和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认为 种族歧视会对人心理造成创伤 而作为医生 治疗心理创伤 也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然而依然有美国媒体担忧 参加抗疫的很多医护人员 都正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他们日常工作 会与大量确诊患者密切接触 不少人直接穿着防护服 就走上街头 与人群聚集 就算他们都戴口罩参加油行 但是他们的防护服上 很可能附着着新冠病毒 这样反而加大了传播的可能性 美国流行病专家表示 美国目前的抗疫活动规模很大 参与者离得很近 如有病毒携带者在场 那么即便是在户外 其他人也会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大声说话唱歌喊口号 都会向空气中释放更多飞沫 而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 会让人流鼻涕和咳嗽 这些都有利于病毒传播 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而抗疫示威活动使经济复苏更加艰难 一方面示威人群聚集 加大疫情防控难度 可能导致疫情加速蔓延和再次传播 另一方面 本已复工复产的部分城市 抗疫活动却对服务业等形成二次打击 从行业来说 抗疫活动对餐饮业和娱乐业等服务行业景气度 构成直接影响 大量商店餐馆遭破坏 躲过了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 又遭遇暴力行为 严重磋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 美国经济复苏进程 将取决于人们能否确信外出安全 而疫情叠加暴力冲突 加大了户外活动的危险性 导致经济复苏前景更具不确定性 眼下美国正遭受着抗击疫情 和抗疫示威的双重劫难 而这两者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7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80%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局势已失控 我觉得美国民众所认为的 美国所谓失控 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 美国当前的状态 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美国政府处于完全的 这样一种失能的状态 我们看到轻慢轻视 以选举逻辑 政治逻辑为先 盲目的重启经济 导致目前的美国疫情仍旧难以控制 美国民众的基本的健康安全 仍旧岌岌可危 再比如说 在目前族裔关系 特别是反种族歧视方面 美国政府就完全陷入了一种 所谓的失责的状态 就是毫无原则 毫无顾及地去推进 所谓的白人至上理念与政策议程 完全是从选举政治的逻辑去考虑 试图来激化目前这种矛盾 从而妄图去动员白人选民 最终其实也只会导致 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 这样一种情况下 应该说也必然会加剧 这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的衰落趋势 美媒曝光特朗普政府的计划 从3.45万名驻德美军中 撤离9500人 这消息震惊了德国 有评论认为 此举只会令盟友寒心 而让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俄罗斯首亿 美国华尔街日报5号爆出 目前驻德美军约3.45万人 特朗普政府计划撤离其中 约9500人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 驻德美军人数 都将限制在2.5万人以内 而目前驻德美军人数 在轮换或演练时 最多能增至5.2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 美德两国就围绕军费分担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 美欧贸易谈判等议题 展开多场交锋 疫情期间 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 矛盾却越积越多 两国关系不见缓和的迹象 撤军是美德分歧 进入深水区的象征吗 在8号的白宫记者会上 一名记者向新闻发言人 核实了这一信息 尽管美国官方至今仍未正式确认 这一计划是否将被执行 但这一消息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泰晤士报》8号评论称 美国会因此破坏自己 在欧洲的信誉 同时令其他地方的盟友感到沮丧 像日本 韩国等国 也会越来越不信任他 美国驻欧洲陆军前司令 本霍奇斯则表示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是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礼物 《华尔街日报》称 此事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件好事 莫斯科一直试图降低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美德关系紧张 有利于俄罗斯推动改善 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德国国防部长8号表示 不想猜测尚未证实的事情 驻德美军究竟有多重要 据德新社介绍 德国是驻欧洲美军的大本营 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外国军事基地 拥有大大小小21个美军基地 自2012年以来 美军在德国共举行近900次演习 美军在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作战 都需要背靠德国得到后方支援 德国还是驻欧洲美军的大脑所在 美军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中的 欧洲非洲司令部 总部都设在德国斯图加特 帕奇军营 德国的拉姆斯泰因基地 是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所在地 此外美军还在德国部署了B61核弹 德国自民党国防政策发言人 齐默尔曼表示 美国总统显然不清楚 德国是美军后勤和医疗的重要据点 是北约和美军执行中东任务的关键 撤军消息还未坐实 波兰已经坐不住了 德国焦点周刊8号报道说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6号表示 愿意接手即将从德国撤走的部队 加强北约的东翼 事实上波兰已成为驻欧美军的前沿部署重点 2017年5月 美国陆军驻欧洲司令部从德国迁往波兰 不过德美警告称 波兰若接手驻德美军 无疑将加大对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压力 这会促使莫斯科采取明显的对抗政策 受疫情影响韩国航空业整体不景气 廉价航空公司更是大量裁员 其中就包括很多新手飞行员 原本想有高薪的飞行员 不开飞机 开汽车 改航 做起了代价 据韩媒报道 去年下半年开始 韩日两国间航线骤减 加上今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国际航线几乎停摆 这让韩国航空业 尤其像易斯达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 陷入经营困局 该公司已连续数月没给员工发工资 去年刚刚入职的80名飞行员 更是被直接炒鱿鱼 迫于生活压力 其中不少人改行做起了代价 新手被炒鱿鱼 老牌飞行员则是处于停薪留职状态 不得不赚点外快 补贴家用 据韩国财经网站此前报道 大韩航空 韩亚航空 冀州航空等公司的飞行员 目前大部分处于停薪留职 或轮班飞行的状态 据国际机场协会6月8号预计 全球航空业仅今年一年 就损失了46亿名乘客 亏损近1000亿美元 而这种颓势也影响到了航空业的下游产业 这是韩国庆上南道 四川航空产业园的一家 生产飞机机翼股价的企业 我们的记者前往航空产业园看到 工厂的灯已经熄灭 仓库里堆满了库存 现在近一半的职员在休假 据说下个月几乎所有员工都得休息了 车间里空无一人 留守厂房的只有这些 没了主人的安全帽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这里有500多名员工 每天不停地忙碌着 但是疫情发生后 订单量急剧减少 工厂已有200多人进入休息状态 到下个月 这里差不多所有工人都得休息了 这是另外一家航空零部件生产企业 在露天的堆长 积压着很多没有加工的原材料 韩国航空业的现状仅是冰山一角 来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27号 全球共有17家航空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 不过也必须看到 从4月21号的低点到5月27号 全球每日航班数量上涨30% 虽然这一上升趋势并未改观 航空运输业现状 但只要疫情不出现第二轮扩散 则表明航空运输业已经触底反弹 6月以后欧美部分航空公司 已在逐渐寻求国际线路上的复航 捷克航空公司葡萄牙航空公司近日表示 将恢复部分运营航线 德国汉沙航空则计划从6月开始 恢复更多航班运行 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 俄罗斯航空也将从6月起逐步恢复运营 当地时间6月8号 俄罗斯举行纪念魏国战争 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首次彩排 授阅方队在莫斯科近郊的 阿拉比诺军事基地集结 为防止感染新冠病毒 官兵们需戴口罩和手套进行训练 训练场参阅军车等定期消毒 阅兵管理台的设计也将考虑人际距离 红场阅兵计划于6月24号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 伊斯坎德尔M战役战术导弹系统 将会参加24号 在沃罗涅日驻地举行的阅兵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苏兰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有菲律宾议员近日向众议院 提交了一项法案 禁止消费者在物品运送途中 以及配送人员 已经垫付货款的情况下 随意取消订单 委者将被处以10万笔锁 约合人民币14000元的罚款 以及最高6年的监禁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菲律宾的外卖需求大增 一些顾客出于恶作剧心态 故意在配送人员垫付货款后 把订单取消 让外卖小哥蒙受损失 这项法案会否通过 目前尚不得而知 当地舆论认为 提案的目的是提醒民众 珍惜他人劳动 据独卖新闻8号报道 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 东京都立大学 以及日本电通集团等机构 均在5号收到匿名邮件 称8号上午10点半 在30所学校设置了炸弹 在无法确认邮件来源的情况下 当地30多所学校 8号临时停课 学生被组织避难 电通集团也疏散了 东京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 东京警示听称 目前尚未发现爆炸物等可疑物品 并推测恐吓邮件 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近日在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海滩 一名60多岁的冲浪者 被大白沙咬伤 被救上案后 因伤势过重死亡 随后当地警方出动直升机和船只 与这条大白沙展开了激烈的追击战 双方胶着三个小时 最终狡猾的凶手还是逃脱了 据悉这已经是澳大利亚 今年以来的第三起鲨鱼袭击致死事件 随着疫情趋缓 多国解除限制措施 娱乐场所也逐渐开放 据韩国NBC电视台报道 在荷兰一家夜店 为了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 保持社交距离 店家按照1.5米的间隔放置椅子 客人们坐在椅子上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来回扭动身体 店家规定 若想进店狂欢 需要提前预约 每次最多允许30位客人入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无接触服务 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生活 近日 韩国冀州市的一家便利店 利用无人机 将三明治送到了 800米外的小学 用时只有3分钟 据韩国MBN电视台报道 无人机已经在物流 防疫 救援等领域 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预计将在2022年前 投入约2900万美元 建设无人机物流体系 最近日本六年级小学生 何本阳相 因为一项特殊技能 而备受关注 这项技能就是磨刀 疫情期间 何本阳相在家闲来无事 就想到了帮妈妈磨刀 之后他又在网络上 发起了无偿帮助别人 磨刀的活动 随即收到了网友们 从各地寄来的刀 目前何本阳相 已经帮助别人打磨了180多把刀 他的目标是在明年内 实现无偿磨刀500把 从8号开始 印度全国的购物中心 以及宗教场所重新开放 但疫情蔓延的势头 似乎并未减弱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9号16点 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26万例 最近一周 更是由此前的日增约5000例 上升至近万例 但幸运的是 在过去8天内 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贫民窟 并未出现新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